上車上車, 夢想成真, 終於上到車了 這次真的上車 整間屋和車真的差不多大 廳也在這裡, 房也在這裡 吃飯、看電視和睡覺都在這裡 想不到買到樓, 都要慢慢做廳長 未來這一年, 還要折衣縮食 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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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只有供樓 做人正面一點, 加上朱年風水 好玩, 自然來 上車上車, 終於夢想成真, 上到車了 上車是成功的第一步 這裡一眼看完, 尺寸和車差不多 節省點打造時間 廳房又在這裡, 家事錢都節省了 吃飯, 看完電視, 直接睡覺 不用到處逛, 供樓, 供樓, 供樓 那就是, 儲錢又儲錢 其實凡是正面一點, 運靜也好一點 周師傅, 你來得對 你也看到, 你走過三步 已經走上全家屋了 一家屋的頂著 最重要, 它有沒有一個樱口給你改 如果你改得到, 你的運氣就好很多 雖然我家屋比較低色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窗 和戶外露台, 外面還有一棵樹 這樣可不可以補救到呢? 其實窗來講, 等於我們的入氣位 入氣位就等於一個人的運程 如果窗的景象是美麗的話 就跟它的運程有幫助 如果一棵樹來講, 就跟家裡住的人 那個工作, 或者是事業性 或者是自身的運程有極大的關係 如果那棵樹是一些尖業 或者是尖刺來講 對於你的性格, 或者對於你的際遇 是有極大的影響 例如柳樹來講, 因為它是聚下來 而且形態我們叫偏陰 如果陰的話, 它一有風一吹 它就會陰上加陰 就會令到人的情緒 或者令到那個屋運有極大的麻煩 那如果真的有些尖的話 我找那些員兵去收收 當然可以 但有些朋友, 家裡的廳真的沒有窗 那可以怎樣化解 如果沒有窗, 一定要自製風水 例如你在窗的位置 或者在牆上放一些圖片 或者放一些你自己漂亮的照片 或者放一些山水畫 那就會比較容易化解 那很容易補救 但是有一件事, 我就很擔心 你看看, 我的床頭真的對著廚房 你一見, 位置都不能動 我聽聞這樣是不好的 因為已經有一個掛像 我們叫火燒天門 這個火位對著頭位 就令到男主人的運氣不好 除非他做的是幾個部隊 那就會減輕 這麼巧又不是 那我是不是要快點換了男朋友 那就很麻煩了 放一些泥中盆栽 或者放一百一百成 你就會容易解到那個運情 師傅, 我的廳房幸好有個窗 但我的廁所沒有窗 那怎麼辦 廁所其實是等於桃花位 如果你桃花位沒有氣 你的桃花位, 人暖就會很小心 那可以怎樣化解 第一件事要放一些浴室簿 放一些抽氣線 或者放一些盆栽 就會令到桃花好一點 今年的桃花位在哪呢師傅 今年的桃花位是正西方 西方是桃花位 師傅, 那我家的西方是在哪 正西方呢 在這裡 是我的床啊 是不是今年我在床上逗留 久一點時間 坐久一點 桃花也會旺一點 經常坐在這裡 未必可以 如果你是女士想求一些桃花 就要放一些水果 例如熱情果 或者放一些新的內衣褲 都會容易有一個人緣桃花 或者真正的恩緣桃花 哦, 其實我覺得 偶爾也會有男主人回來睡覺 那可以怎樣旺下她呢 她就要放一些不同的 action figure在這裡 譬如一些穿少點衣服的 性感一點的figure 她和你感情會好一點 figure都有的 我叫她放一下 可以 謝謝師傅 好